2022年上半年热播韩剧《社内相亲》在全球造出轰动 两人CP感十足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 剧影后还有不少售后 男女主角安孝仙与金氏正更是受到无数剧迷喜爱 31号这对始祖鸟CP与申东烟共同担任SBS演技大赏主持人 男女主安孝仙与金氏正更是受到无数剧迷喜爱 当天金氏正以一席粉丝礼服现身 安孝仙则是一身帅气的西装 两人站在一起的画面宛如婚礼现场 让粉丝不禁尖叫直说静远地结婚 而金氏正原本只有在室内红毯给媒体拍摄 不过一向重分的他 特地走到室外和粉丝们打招呼 行程坐红毯为一顿现身 倒着走红毯的场面 他不畏寒冷 一一向现场观众挥兽 片段在网上传开后引发热烈讨论 也让不少粉丝举胡感动 典礼进行途中 安孝仙突然在台上喊出金氏正 剧中的名字伸下力 两人的脸还越靠越近 热得现场尖叫不断 安孝仙在SBS演技大赏颁奖典礼上 助持到一半 突然在台上喊出金氏正 剧中名字伸下力 接着双方甜蜜对视红 脸部越靠越近 眼看嘴唇就要碰上之际 两人才转头面对镜头说 60秒后回来 这一段操作不禁热得现场尖叫声连连 也被实施剑集成片段在网上流传 粉丝纷纷留言着说 安孝仙太会了 SBS震动我们要什么 在2022SBS演技大赏中 他们拿到了最佳CP奖 而金氏正在往后走时差点摔倒 一旁的安孝仙马上扶着他的手 还帮他整理裙摆 让人想起胜内相亲 又一幕时生下力 差点要摔下楼 江太吴也是马上神兽拉住他 之后两人回到主持人位置后 安孝仙还把椅子往后 让金氏正比较好回到自己位置 肖肖的动作让人心动啊 两人获奖时 干言也是一人接着一句说 金氏正 感谢孝仙奥巴的诗 是他告诉我 我饰演的角色看起来有多可爱 安孝仙有一班叫钱 会先欣赏候选名单的吻戏画面 知乎不好意思 他说 我们可以一起得奖很开心 我认为这是观众给我们的奖 谢谢海外也有很多人喜欢 还表示 对于我来说 市政是完美的搭档 如果没有市政积极的能量 我也做不到这个程度 谢谢你 而这次与下泰共同获奖的 还有社内相亲的富贤CP 金敏奎戏里一句 我会让你难以忘怀 拔掉眼镜 击吻薛仁雅的眼镜之温 俘获了不少少女粉的心 谈领最佳情侣奖时 换身互联网最T 我以为只有下泰CP会得奖 谢谢喜欢应承CP的观众 而薛仁雅则自爆 其实我抱着期待 谢谢赶给我们这个奖 也谢谢大家 像下泰CP一样 喜爱应扯CP 安肖仁发表获奖感言道 最优秀演技奖 这个单词 让我感觉到非常沉重 现在的想法 是真的要努力 要学很多东西 虽然一直在竭尽全力的演习 但是为了成为一天天进步的演员 真的会努力的 非常感谢 即使郑则表示 在拍摄设内相亲时 奶奶去世了 我下定决心 想把乡下房子装饰得很漂亮 希望能经常牵着爷爷的手去看看 在演戏的过程中 我能感受到善良的力量 能战胜邪恶的地方 就是演戏的地方 我认为拥有善良能量的人 必邪恶能量的人 能有更好的演技 更好的现场 会遇到更多的鬼人 以后我也会成长为 散发善良能量 正能量的演员 还记得 胜利相亲即将开始拍摄之时 安孝谢给剧组演员们 送被讨厌的勇气一输的事情 安孝谢 因为是印象深刻的书 所以给这次一起演出 电视剧的演员们 每人送了一本 市政也收到了 还没看完 现在就想看呢 直到金氏正确诊 新冠后居家隔离 IG限动配图 被讨厌的勇气 便写出赌后感 因为书名产生反感 之前一直没有看 多亏了隔离 一天全部看完了 这是一本将一直 一来思索的东西 彻底整理得 令人高兴的书 怎么现在才读呢 现在才读 能否全部理解呢 这也是间接谈及 自己对于恶评的心惊 去年音乐 金氏正在VLive直播中 则被恶评着 有很多伤人心的话传上来 这里是大家共同的空间 希望只说文明的 让大家欢声笑语的话语 金氏正一路走来 不仅是一个唱歌句好的爱道 也有人说 剧外的他 微笑里好像总是藏着 油烧与过滤 1996年8月 金氏正出生于韩国 一个农村家庭 年幼的时候父母离异 他和哥哥跟着妈妈 来到安养的亲戚家居住 妈妈也因为要独自 抚养一双儿女 而同时要做很多工作 小编小时候家里穷 父母在外打工 一时从小寄住在亲戚家 知道既然离下的时刻不安 也形成了非常关注 他人情绪和评价的心理 还被大家夸奖时 顾起大局 但其实这是因为 没有条件而已 读书时期 金氏正经常使用正负补助 每天只能刷三千五百韩元的卡片吃饭 从小就意识到自己很穷的 他非常努力 但彼时的高中大学学费高 没有钱 但唱歌有天赋的他 开始选择更快赚到钱 并且也忠于自己兴趣的演艺之路 在妈妈的支持下 16岁中学时期 就开始参加选修节目 可惜哲戟淘汰 前天之后 18岁的金氏正通过眼科海炫成为练习生 两年之后 什么都做得好的金氏正 参加了选秀节目 破64101 成为双A实力选手 他的名字也没调过第二名 最后更是一国民投票第二名 成为LOL双主场成员出道 获得高人气的同时 也有铺天盖地的质疑 一直以来都是笑脸 干就是笑里藏刀 长得不精致 吐气 总是说好话 脾气真的有那么好吗 努力那么久 前面几次第一 但最后还不是别人得第一 好不容易靠着心情恳恳的活动 不喘气的唱跳实力 和特色综艺表现 逐渐获得零差评口碑 公司却在他参加LOL活动时期 成立了八人女团果果灯 并有主捧素人对着哈娜 活动的数年间 雷斯传出金氏正 被队内霸凌的传闻 弹道一一被压下 他也微笑着反驳了传闻 由于公司色化不佳 成员魅力不足 金氏正的高人气 逐渐被消耗 结实SOLO出的花路一区 获得了一位 还掀起了爱豆走花路潮 在演技不足的情况下 出演了大热的学校系列 本质爱豆 但队内被压得死死的 跑综艺太多 皮肋晒黑 让眉毛打折 多西发展定位不明确 忠忠用意交织 金氏正的名字 在韩国渐渐变得寡淡无微 在中国 他的营销并不多 稍微引起反响的 还是追溯到 他中文全去场 治愈光者的时候 有一生一 他对这首歌的演绎 让人看到了 温柔又倔强的他 选秀第二名 大型拖飞机 为德国一位 高人气选秀 限定IOLG3 搜罗场景 比团更好 首次出演女主角 吴水华甚至被骂 刚拖起伊甸的团结三 兜兜转转N个时间 看多了人情冷乱 网民造作 资本作祟 即使正的经历 愈发丰富 笑容背后 也多了更多的情绪 再也不是被人 吐槽很多的假象 后续的演绎双哑力 他也终于在此 以实力惊艳众人 改掉胖根习惯 更有刃有余的 穿梭于大着综艺 酷连神才出演惊奇的传闻 打磨搞笑女演技 成就社内相亲 一步一个脚印的他 终于努力换清了债务 成为了真正的电视剧演员 在社内相亲结束后 2023年 他们也是非常忙碌 I消息排完 还蛮想借你 走进你的时间里之后 马上逃入浪漫医生 金师傅三拍摄 金师傅也拍了今日的网万 接下来确定继续出演 驱魔面馆R 让人恨是期待两人的新作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